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錄影了 我們剛剛看的就是我們剛剛用了一個課堂一開始的時間 我們來看這個SPY6的雷達的製造 那這個應該應該是蠻新的 那就是這個網紅去看的這個雷達的工廠 那大家剛剛在這個影片裡可以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什麼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看過前面這個影片的同學 就是希望你回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邊有一個蠻概略上的介紹 那我想先講到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我們這學習就不花快長時間看了 那如果你是沒看過的同學 建議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預期就是說 像這整個學年的課上完之後 你可以具備看得懂這個雷達 這一部雷達影片在講什麼的能力 它會講到一些專有名詞 那我們會預期就是說這整個學年度的課程上完之後 至少也是具備去判斷這種 就是一般我們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 非專業影片的一些介紹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記得它的時間 對它這部影片大概是幾分鐘 那裡面有講到蠻多的專有名詞 都是在這整個全年度的雷達課程裡面會提到 那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大家剛剛在這個雷達工廠的這個影片裡面看到什麼 那我大概 我大概 就我從我剛剛看到一項 大概好難幾項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們現在就不點影片進去看了 那大家應該可以看到說 然後這部影片它其實就是主要去介紹這個很大型的雷達 那這個很大型的雷達 就是在這些程度戰艦上面都有安裝的 你可以看到說 像美國那些軍艦上面有很多很大片的 然後貼在他們軍艦上的那個雷達 那其實就是 那其實就是一種相互陣列的雷達 或者你是說是主動式戰列掃描 主動式的這個電子掃描陣列這樣子的 就簡稱ASA在軍用上面就比較習慣用 簡稱這個所謂的ASA雷達 那當然這個雷達是很大片的 因為他們裝在這個 那個巡洋艦或者是這些 神盾級戰艦上面 它的這個面積是相對比較大 因為他們需要去看到說 可能敵方的飛彈堆起來的時候 就希望可以去detect到這些飛彈 那大家剛剛看到有看到什麼 就是說這部片裡面比較沒有講到雷達那些基本原理 如果你要看比較有相關的一些 雷達原理的一些general的overview 就要看上一個影片 那這部影片我覺得 以我剛剛看到 我就以我剛剛現場看到 我就跟大家outline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像是這個所謂的module的概念 就是有一個這個 其實叫做Ladar Module Assembling 那這個module概念是什麼 就是你看它兜成一個那麼大的雷達 它兜成那麼大的雷達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視為是 它是用好幾個小的小雷達 把它兜成一個那麼大的雷達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雷達視為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小型雷達 比如說它可能只有8根天線 你把它視為是一個小型的雷達 那這些小型雷達就像是小積木一樣 它可以拼湊成一個中型的積木 拼湊成一個大型的積木 所以在影片裡面它其實有講說 它這個雷達是你可以有一個module的概念 然後它把它拼湊起來 然後就可以整合成一個大的雷達 那當然可想而知你越大的雷達 你的這個偵測能力或者是你的解析度 偵測能力會越好 那解析度可能也會更高更精細 那這個是一個雷達模組的概念 所以如果大家在看一些像是 G4B的網頁 你可能會常常看到什麼 所謂的RMA 那它全名就是雷達module assembly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它把很多的小型雷達 都成一個大雷達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 你就可以就是說 你可以根據你的比如說你接你的戰艦 或者是包括像 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說可能本來預計要做多大的戰艦 然後可能變成 與其要做一個大台的 不如做兩個小台的 那大台小台在技術層面上反映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這個雷達size 可能會因著你的傳艦的 的體積面積不同 你就會需要有不同的size 所以一般在這些雷達的概念裡面 就是會有所謂的雷達module的這個概念 就是它可以根據你的這個使用的場景 或使用的裝備 你去做一些發酵積木 拼成重心積木 或者是大型積木的一個概念 好那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跟 以我剛剛看到的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大家 我剛剛有沒有看到一個像是藍色的那種trimber 就是藍色的很多的 有很多尖尖的 然後那個尖尖的那個布 那個大家 可能在學校的大家比較少看過 那我知道有些做可能跟電線 或者是電波相關的學生 你們的實驗室可能有一些類似這種的trimber 那其實它就是像剛剛影片所講 它可以去吸收那個radio frequency的這個能量 那也就是說 變成說如果說你要做一個這種 這種跟radio wave有關係的這種 這種device就像雷達就是一種 那你如果要做一些原廠的校正 或者是工廠內的測試跟校正 你就可以在那一種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藍藍尖尖的那種地方 所謂的這種trimber去做一個檢測 那所以一般來講如果說你要做一個 其實這應該在通緣系統裡面也有 就是說你只要涉及到這種 所謂的無線電的這些裝備 不管你是通緣系統 或者是這個雷達 你都可以在這裡面做一些所謂的原廠校正 那當然就是說可能大家對原廠校正這件事情 不一定有那麼有 sense 那初略來講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些攝平電路裡面 你可能會有一些 隨著時間、地點、溫度 你會有不同的表現 那我們當然會預期就是說 我們的雷達產品 如果你拿到客戶手上 客戶也不知道它使用的產品是哪裡 那你總是有一組 就是可以拿來做reference的一些 可能系數或者是參數 那所以通常在出廠前 我們必須有做一些校正測試 然後或者是得到一些所謂的 golden value reference value typical value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在 剛剛大家看到的那種 就是那個不會無反射式的那種 chamber環境裡面去做 那大家剛剛可能也有聽到一個就是說 他們chamber環境裡面 他們可以支援 支援一個雷達 module 的一個檢測 那當然就是說你前面 你每一個雷達 module 你都檢測到OK 我們就會預期它兜起來 把小積木拼成中積木 或大積木 相對就是會比較穩定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東西跟 我們上學型一開始的課 有講到一個什麼 bar feel 的一個假設有關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說 你今天你要測一個 這種所謂的射頻電路的模組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夠遠的距離 去看看它是不是它的電池波 打出去又反彈回來 是不是可以讓你視為是一個平面波 那我這邊稍微停下關鍵字就好 那有興趣的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上學期的第一次的影片 第一次的 lecture 1 裡面有講到 一個所謂的 bar feel 你要滿足這個 bar feel 的假設 你才可以視為說 我今天我的電池波 這個 radio wave 我可以在 至少比如說我的接收端 我會視為是有平面波的接收 那平面波 然後 bar feel 這幾個詞 在我們上學期的 lecture 1 頭一邊裡面有 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但是這個不會跟我們現在主要課程上面 要講一些演算法設計的概念 有太明顯直接的關係 不過這個是蠻基本的物理現象 那這邊就跟大家提下關鍵字 大家可以知道有這回事就可以了 好 那 剛剛我們在 因為剛剛在看影片的時候沒有錄影 那現在這個有錄影的影片 就是這邊也要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還有正式的修課程 你們還沒有選定這個 我們的課堂題目的話 那現在課堂題目剩下 我這邊從影片剛好可以看 就是我們現在課堂題目 就是只剩下第七個 也就是這本書的第九章 還有第十五個 也就是我們這次 這學期讀書會的這個第五章 剩下第七跟第九還沒有被選到 抱歉 就是第七跟第十五還沒有被選到 那就是其實如果你是有要正式選課的學生 然後你還沒有選的 就是可能你只剩這兩個可以挑 那我們在明天 禮拜一中六是說禮拜一早上 禮拜一早上會確定就是這學習的最後修課名單 那如果有超過十五個人 因為這邊有十五個題目 那原則上大家先一個人選一個 那如果有超過十五個人修課的話 可能會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兩個人 我願意選這個大概是十一到十五的題目 因為十一到十五的題目這邊分量比較多 那尤其是這個第十十五 它有高達七十六頁 七十六頁的原文書內容要開始 那所以我也是建議說 如果有兩個人一組的話 你們可以從後面這邊選來 那當然後面像是 我覺得這個Airbone 它是一個蠻有趣的章節 可能或許還比前面的這些章節都有趣 因為它講的其實是蠻實際上 在這個戰鬥機上面使用的雷達的方法 那如果你們現在有人 待會有人如果想要兩個人一組選 最後面的題目 它律師舞也都OK 那我們就是盡量看今天下課前 可以把這個課堂報告的這個 講者跟時間都確定這樣子 好 那就請如果補課同學 如果你一直還沒有選的話 或者是你昨天才完成加選的 你也可以快點跟我跟助教 然後就是寄信跟我們回報 那就是7跟15 那如果你真的 7跟15 如果都選慢了之後 你才來回報的 我們再考慮看看怎麼安排 或者是說甚至 甚至就是不在這個 如果說個人路上過15個 我們可能就不 如果比如說第17個學生要選的話 看有沒有人願意跟你一組 兩個人一組選 Tubic 11到15之間的屏幕 然後又或者是說 我再跟你安排 就是其他的素材 可以讓你報告這樣 好 那不知道課堂報告這邊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說有沒有什麼 想換題目的 可以直接先舉手 讓我知道一下 待會兒可能 讀教會 找你們聯絡 或者線上的同學 如果你們 有問題 都可以直接發言 我們這邊是聽得到的 好 那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因為考慮到說 有些人他沒有修 第一個學習的課 就是我們上學期開的這個 Signal Processing for Face the Rain 雷達 那所以在這學習的課一開始之前 我會review一些重要的觀念 那可能有些同學都 上學期都停過了 你們就自由看看 看你們看你們聽得怎麼樣 或者你們要做自己的事 也都OK 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為了考量 有些學生他沒有說上學期的課 大概講出一些重要的觀念 然後主要是不是希望把一些關鍵字 還有一些基礎的這個物理意義 跟大家稍微recap一下 那今天除了 我今天這邊講完之後 我們可能就會進入到 Lecture 1 那 Lecture 1 我們後面我已經有上傳了 那大家可以可以下去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當這個 整個學期開始前這個課檔上 就是上學期的一些基礎的一些review 那既然大家不用擔心說 正學期的課會不會跟上學期太有時間關係 基本上應該是還好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些 為了方便我們高中上的便利 會有一些共通性的詞 那我已經有把上學期的投影片 剪裁一些東西到現在這段投影片裡面 所以應該是還OK 好 那這頁投影片大家上學期有看過 就是它主要就是說 要去講說我們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雷達偵測 我們雷達 我們雷達就是要去detect一個target 那我們希望有得到這個target的資訊 因為大家不管是在電影看到 或者是你們對雷達的理解 不外乎就是說 我今天我雷達打出一個電磁波 我希望透過這個電磁波 撞到target 這些目標物 target object 或我們簡稱target 我們有時候習慣性可以 會只講target就可以 就是目標物 那你的電磁波 從你的雷達發射出去 因為我們現在是假定這種主動式的雷達 就是我的雷達是具備發射器 把電磁波打出去的 那我的電磁波打到 就是發射出去撞到target之後 它會反彈回來 那雷達的 我們這個主要會講的雷達的sense 是從這邊切入 就是說我今天我的雷達 收到這些反射波的時候 我需要透過這個反射波的 這些所謂的接收到的訊號 我要在這個訊號裡面 我要去鋪測出這個target 它的這個資訊 那它的資訊是什麼呢 就是不外乎 就是這個target 這個目標物 它在三圍空間的位置 那甚至是當你有位置 你就也可以得到它的速度 因為速度也是有一個有 我們用Bolasity來講 Bolasity它是一個有方向性的 所以你會預期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這個target object 這個目標物 在三圍空間的位置 以及它的這個速度 它在各個維度的速度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參數 來直接具體的 來表述這件事情 首先大家看到的 就是這個r theta phi 那r theta phi 是在我們的 正式物理世界裡面的 這個三圍空間 我們會常常會在XYZ 大家不要所熟悉的 這個卡式坐標是XYZ 那球坐標就是 我們用r theta phi來表示 所以你今天有XYZ 或者是你有r theta phi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target 它在相對 在你雷達 在這個三圍空間中 它的坐標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習慣性 用r來代表這個range 就是你的radio range 就是你的這個 看球坐標的話 它這個target距離 你雷達的距離有多遠 那我們習慣性的單位 是用這個公尺來做表示 用miter來做表示 那接下來有theta跟phi 那注意的是說 我們這 這本課程裡面 我們用theta來代表 這個方位角 那可能有些課本 theta跟phi 它不一定是代表方位角 或羊角 那至少大家可以先確定的是 在我們這本課裡面 我們是用theta這個括 代表左右的方位角 那我們用phi來代表這個羊角 那當然這時候大家會知道說 你如果對這個三維坐標系 還熟悉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知道theta-phi 因為theta跟phi 我們考慮了三維坐標投影之間 就是會需要這些資訊 比如說你要得到方位角 就必須要先有兩條資訊 那這個 我先預設大家 這個應該是 就是坐標系轉換的這個基礎 大家應該知道 那如果沒特別說明的話 theta就是 在數據上 我們是用radio來表示 那有時候為了講課方面 我會把theta讓它是用角度的方式 來表示 來呈現 因為角度這個東西 畢竟對我們 我們來講會比較直觀 所以有時候為了方便 我theta或phi 我會說它落在幾度到幾度之間 那如果是在純數據上的話 你可以把它default成 它其實就是用radio的單位來表示就可以 那這個單位表示應該還好 那主要大家要記得就是theta代表atomus 然後phi代表elevation 我們來講 那你有了這個target 至於你雷達的三圍座標系的位置之後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也在乎的是說雷達 我們希望可以去看到這個目標 它所移動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會用小寫b來代表它的radio velocity 就是它的鏡像速度是多少 那當然呢 那你有rtheta5你就有xyz 所以速度這個velocity它是具備方向性的 所以你也可以其實也可以找到 這個速度radio velocity 它在xyz軸的這些速度分量是多少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只要在乎前五格就可以 因為你有前五格自然就可以跟到後面幾格 那b 所以b代表的是鏡像速度 那我們習慣性的單位是用meter per second 那這邊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考慮到說因為我們常常在雷達的一些訊號上 我們都是用跟光速需要去做一個考慮 那光速我們比較習慣性的就是這個3乘10的8次方meter per second 就光速是3乘10的8次方meter per second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假定這個電子波的傳送速度 其實電子波的傳送速度 如果你光速是29 29就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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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這個 如果你不是在真空中傳遞的話 根據文件上面所述 其實用3乘10的8次方meter per second 是足以來代表這件事情的 那因為我們常常在訊號上面 我們會需要跟這個光速的這個3乘10的8次方meter per second做考量 那所以我們在速度上面 我們習慣性就是直接用meter per second為單位來做表示 所以今天我們在講velocity或speed 那velocity跟speed差別在哪裡 velocity會具有方向性 那speed就一切都是正的 就是代表他這個人這個速度多快不管他方向性 好那所以我這邊會用小寫ve來表示 然後也會用velocity這個單字來做表示 好那第五個就是這個所謂的radar cross section 那他簡稱是rcs 那這個是在雷達的數語裡面比較有的專有數 如果大家覺得通訊系統的比較少看到這個詞 那rcs他指的是說你的這個目標物的截面機 那這個截面機為什麼在這個詞在雷達的technology裡面特別重要 因為他代表就像我剛剛說的這樣 你今天雷達打出電磁波出去 這個電磁波會撞到這個target反射回來 那反射回來的這個截面機就顯得非常重要 因為你的截面機越大 你可以反射回來的電磁波的能量量級也會越大 那你的這個rcs越強 你可以代表足以代表這個target反射回來的這個電磁波的能量強度也會比較強 那所以這個rcs其實在雷達的這個相關技術裡面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那他的實作上也常常會成為就是你去判斷一個你的掃描物體大概多大的一個概念 一個想法 因為你的掃描物體你可能比如說你今天確定你要掃描無人機 那無人機就是那麼小而已 那個公開的公開的這個商用的這些無人機你都知道 那你如果你的估測結果如果這個rcs超級大的 他可能根本就不是無人機 或許雷達不小心掃到免航機了 或者是只是可能building一些建築物的反射 那你可能也可以透過這個rcs的量級 來幫助你做一個初步的target的分類 那他的單位是square meter 就是米平方 因為他是面積嘛 所以就是米平方 那我們在rcs上呢 因為大部分的雷達書都會用這個小型的sigma來做表示 那小型的sigma就是有比較注意的就是他沒有加平方向 那這個小型的sigma常常會跟我們如果在數學表示一些statistics 代表一些統計資訊的時候 我們對於variance或者是standard deviation也都會用這個sigma來做表示 所以如果你這個sigma看到 它有時候是代表rcs 有時候是代表standard deviation 或是再加平方便variance 那這個就是如果我們在講課的時候有講到會稍微注意一下 那只是說因為在雷達的文件裡面都是習慣用這個小型sigma來做表示 所以我這邊也不太適宜去換它的符號 那所以這個sigma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那所以這張表呢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如果說我們先考慮這種所謂的這種 就是不是合成攻擊雷達 因為pacerrace也有用在這個太空上合成攻擊雷達 這大家多少人聽過 我們現在這句主要要講的雷達的演算法都是在這種 就是雷達偵測目標5 然後以及得到這個目標5資訊的這樣子的講定下 我們去看看它的演算法 那當然這個隨著這個課程的推進可能之後 可能這學期的最後或者是可能包括之後的開課 我們可能會慢慢再把這個合成攻擊雷達 一些基本的概念把它引入進來 那但是至少在上學期跟正學期我們的課程內容裡面 大概都是以這個雷達在三維空間中 偵測目標5為主要的目的 然後基於這個目的我們去設計對應的演算法 應該怎麼做 好那所以如果你有rceta5 你就可以得到xyz的坐標 這大家剛剛知道 那你當然你有三維空間的目標 這個位置 你有這個鏡像速度 你也可以得到這個速度 在xyz的不同的速度分量不多少 那sigma它就是一個比較獨立的項目 因為它代表是你這個 你到腳上 你能說 我的腿好痠 不知道它怎麼樣 我怎麼跑出來 好那sigma就是指的是rcs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參數 那所以這邊有一個小協論 就是說我們今天就是要幹嘛呢 我們雷達就是要去偵測target position 那我們可以用rceta5來表示 那有rceta5你就可以用xyz來表示 然後當然rceta5指的是 你在球坐標系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要考慮速度 因為我們雷達通常 你比如說你今天 你為什麼你要架式在雷達 你就是你要 雷達其實是防禦系統的一種 那你為什麼要防禦 你就是怕有人對你有威脅嗎 有什麼目標物對你有威脅 那對你有威脅 它如果禁止在那邊不動 通常是沒有威脅的 那所以你在握的是什麼 你在握的是這個moving target 或者移動的target 所以你在握的是速度 速度對雷達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不只知道 你所偵測到的target在哪個位置上 你要知道它的速度 因為速度代表是它移動的方向性 那所以最直白就是說它操作你移動 而且很快的操作你比值移動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它的威脅的性應該是蠻大的 那所以有一個關鍵 你不只知道它的位置 這件事重要 你要知道它的移動的速度 以及它的方向是重要的 然後還有這個目標物的reflective area 就剛剛講這個RCS 用Sigma來表示 那這邊就是我們整門課 其實我們今天在 我們如果先不講那些雷達成像的話 就包括剛剛講那個合成空氣雷達 那些雷達成像 那如果我們這門課大概不會 先不會講那些成像 相關的雷達的那方面的思維 那當然我知道在我們的課堂上的 課堂報告裡面 在本學文書裡面 有講到這些合成空氣雷達的一些章節 那到時候再麻煩就是請 負責這邊的同學 你們也可以幫忙給一些 給同學們一些補充跟介紹 那但是我們課程的主軸 主要會圍繞在這個偵測雷達目標 我們的演算法開發上面 那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其實你要測測到的 不外乎就是這五個 前面這五個參數 那我們現在就是透過這些 HoleGrid design 我們要去想想看 我們到底最後目的是什麼 最後我們就是要把 R,Z,5,V,Sigma 這五個參數把它估得越準越好 那為了把這五個參數 估得越準越好 我們就必須得有一些 然後一些算法設計 然後一些processing的技巧 那這就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最後就是要把這五個參數估準 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五個參數估準 好 那這邊我有放這個座標系 那這個座標系的圖 就大家看一下 有了剛剛的講解之後 你們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的雷達 放在這個原電的位置 我以雷達為原電為正中心 我今天可以去定一的座標系 那當然這個定一座標系 我這邊給出的是一個範例而已 它並不是絕對 絕對一定要這樣定 因為你三位空間頂 比如說你XYZ走 你要放在上下左右前後 那個是你可以自己定的 那至少我在這本課裡面 我大概會用這樣的座標系去做定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說如果你的雷達 放在0的這個位置 你的左右把它定義 這個雷達的左右 也就是你Anonymous 這個Theta所cover的這樣子的 左右我們是用X走 然後直觀的就是X走 右手邊是正的 左手邊是步 就像我們學那個座標系一樣 就是右手是正 左手是步 那上下我們這邊是選用Y走 Y正跟外步 就是頭頂上就是正方向 下面就是步方 這個應該蠻直觀的 那有個 我在這邊稍微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Z走 我這邊Z走 就是我為了直觀情節 我把前面 因為通常你雷達架設之後 你雷達架設之後 你是向前看 一般雷達你不會預期它向後看 當你要向後看的話 你要嘛就是把雷達旋轉過去 要嘛就是你背後 直接再貼一面雷達 它的後面的範圍 那這邊可能也可以講 如果你今天你有一個雷達 你今天可能是 你可能是這樣子向前看 因為我們是講向控生理雷達 我們基本上不預期它要轉動 就像我們之前第一堂課講 就是我們看的是 我們現在整門課 都在講這所謂的Based Array雷達 那大家如果對這種雷達有了解 就是說我們預期就是說 它像一個平面板一樣 它就是貼在那邊 然後它有一個固定的掃描的視角 一個可視範圍 我不希望它有那些 機械式的轉盤幫助它轉動 因為當你今天一個雷達設備 你有機械式的轉盤的時候 就會意味著 你需要有什麼路滑機 需要有什麼機械式的 那些讓它機械式的轉動 那這門課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說 為什麼叫Based Array雷達 因為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下空陣列 它就是一個陣列擺在那邊 不需要轉動 它就可以 對不同的方位做掃描 但是雖然這樣子 它可能它還是沒辦法看背後 因為你的電子波向前發射 那你也從前面去收到訊號 所以你的掃描範圍 可能是可能是像這樣 比如說負60度 不到60度 那你的背後呢 你背後要嘛就是另外一台雷達 那要嘛就是說 你真的還是想把那些機械式的Sense 把它弄進來 你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去轉動 你就需要去轉動它 那我們今天就先不考慮轉動 假設你今天我們今天就是看一台雷達而已 你是向前看 那基於這個向前看 我希望我看就覺得是正的這個 是正的方向的這個次觀 我今天把Z正定義在前面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定義 它就不符合我們 在小時候在課本裡面覺得 所謂這個所謂用什麼多標性的法則 這個其實是左手多標性 好那所以這邊是一個 我在這邊比較一個特殊的一個定義這樣子 那我只是希望把前頭看到 探索是正的這樣子而已 好那這邊 可是這個定義都OK 這都要怎麼改都OK 就是我只是圖示章是這樣子不好 好那如果你有一個目標物 它的RCS代表什麼 它的結面機就像是 你今天你的雷達造這台飛機 這台飛機它前面這個機頭 它有一個結面機 你當你的雷達的電磁波 朝它發射的時候它會反彈回來 那它可以給你反彈回來的量級 就是跟它的這個 反彈的這個結面機會有關係 那結面機的這件事情 它有一些機率的表述 在上學期的這個Lecture 4 就是也有講蠻多的 跟這個結面機的這個 浮動和機率的假設 那這學期我們就不會講這個 那有興趣再回去看 那這邊也是有蠻多 蠻多在雷達 knowledge 裡面的一些 一些設計上的藝術 就是包括你的什麼隱形戰機 或什麼叫隱形戰機 它就是讓你的 比如說你的那個戰鬥機的結面機 非常的小 讓你的電磁波反射回來的量級很小 然後當你電磁波反射回來的量級很小 甚至可能會埋沒在雜訊底下 那你的雷達可能就偵測不到這個target 那這個也是隱形戰機 跟這個RCS是有一個密切關聯的 那速度呢 這邊可以看一下速度 速度就是說如果你朝著你自己飛的是正的 原理你的是負的 那這邊有一個這樣 速度的方向性的假設 如果你可以看鏡像速度 朝著你飛的是正的 就是朝著你的是正的 然後原理你的是負的這樣 那地塔跟PHY大家可以看到 地塔代表方位叫PHY代表羊角 那在這張圖上面也都有畫 所以其實你有這個圖的概念 你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座標轉換 那有一些相關的數學方法 是在上學級的課也都會有放 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上學級的投資片 或者是影片之類的都可以 好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座標系 因為我們整個演算法設計 就是圍繞著要去估測出這個目標物 它的位置的速度還有截面機 那為了做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做一些演算法 那這是剛剛所講的就是我們目標對象 目標的對象參數是那些 然後它的座標系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也是要recap一下 就是我們這整個ASA雷達 就是我們的這個based array雷達 我們有考慮它是一個主動式雷達 它是會打出訊號的 那這個圖大家在上學級的課程 以及這學級的課程都會一直看到 因為這個是我在雷達系統裡面 對這個雷達的主要的一些功能的方塊模組 做一些基本的介紹 那我相信很多同學已經聽過這個圖了 那我們考慮到就是還沒有上過之前課程的同學 我們對這個圖做一個介紹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今天考慮的都是這個 所謂的主動式這個ASA 主動式的電池掃描陣列雷達 那所謂的主動式就是你是會打出訊號 你會自己雷達要打出一個訊號 這訊號撞到超級才反傳回來 所以你要打出訊號 你就需要有一個所謂的transmitter 你需要有發射器 那現在的發射器會怎麼設計呢 通常就是一定會在數位上面 那當然很古老的雷達 它可能直接用lain-dap的方式打出訊號 那當然現在的雷達 因為數位的能力變強了 所以基本上不只傳 接收方面也都會有做一些 數位的尋常處理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 需要在那裡所學 這個所謂的DSP的主要的原理 因為現在都全部全數位化 那當然數位跟lain-dap 有一些 為什麼大家都變數位化 那當然就是數位化有很多好處 比如說什麼bus 那大家應該在DSP課本的第一章 都會有看到一些所謂 為什麼數位化的好處 在這邊就不多講了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 ASA雷達呢 我們把方塊圖把它這樣子去定義出來 那我們來走一次 我們走一次就可以了 我們來走一次就是說 你要傳送訊號嘛 那你要傳送訊號 你就必須要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要在數位端先設計 我們要傳送的內容 也就是你要傳送的波形 你要傳送的訊號 要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把這件事情 叫做Digital Transmitter 這邊你要去傳送訊號 那大家如果是電信所學生 如果你們學通訊 就是雷達的Transmitter 跟通訊的Transmitter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你通訊你就是必須 你要Transmitter到Receiver 你要傳資訊 Receiver要收資訊 所以你的傳送端是需要 然後大家會學到什麼0101 然後Colding 然後0101 就把Nureation變成什麼 就BSK BPS 16Quang 然後56Quang之類的 然後在載坡上 如果是OVDN 就把這些放到OVDN上面 然後做傳送 但是那些傳送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你要把0101 那些Databits 把它傳出去 那雷達的Transmitter 跟通訊不一樣在於就是說 雷達它不需要傳資訊 它不需要傳送這些載 載有0101的數位資訊的 這些數位資訊成為我的傳送訊號 雷達的重點是在於 你要去 就像剛剛所講的 重點是你要去估測出 你的目標部的資訊 你並不是要把傳送端的資訊 成功的轉到接送端 那這是雷達系統的 跟通訊系統不一樣的Sense 那所以雷達的Digital Transmitter 它是不需要承載所謂的Databits 不需要承載這些所謂的資訊 就轉成0101的資訊 反而雷達的Transmitter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它只要把一個 你設計好的電磁波打出去 電磁波的波形 訊號的波形打出去 然後這個波形 你的Receiver是已知的 因為我們現在假設是 你今天比如說 你今天架一個雷達系統 像大家剛剛在裡面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影片 它裡面包括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在影片中 有沒有看到一個詞 就是這個TR 它們裡面是用DRM的樣子 那TR的意思就是 Transceiver的意思 傳跟收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剛剛像影片裡面 它的每個雷達波組 它就是傳跟收都有 那雷達的傳跟收 你可以知道的是說 它就會不像我們在 中音系統裡面所學的 基地台跟手機 它是在兩個不同的device上面 雷達是你今天 我們今天考慮的雷達 都是自傳自收 我今天在同一個device上面 我傳送訊號 我也在同一個device上面 同一個雷達device上面 接收訊號 那這意味著什麼 就是你的接收端 可以知道 傳送端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你的Data Transmitter 你並不需要承載 所謂的Databits 它不像什麼基地台 要傳給手機 你手機還不知道 機地台本來現在 要傳什麼Data給你 你就只能收 或者說你就是開啟 比如說我現在開啟這個app 我預期要收到什麼東西 它就只會給你那個 給你那個相關的Databits而已 那雷達是因為你 Receiver上知道 Transmitter要傳什麼 所以你的Transmitter 重點是什麼 你反而是去設計一個 訊號的波形 那這個訊號波形 可以幫助你的Receiver 更容易的去辨別出 你的target information是什麼 那這個是雷達 所以雷達的Digital Transmitter 它重點是在於 你就是用一個數位的方式 你可以去設計 給定一個傳送的波形 那這個傳送波形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這個Transmitter 是用一個方向在一起的 也就代表你的Receiver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的Transmitter 發射了什麼波形 以至於你的Receiver 在做接收 再把它解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運用你已知的 這個傳送波形 長什麼樣子 去幫助你 那這個東西 在之後的課程 我也會講到 就是你要怎麼去運用 你的Transmitter 它的波形 去做一個 你雷達 Receiver 對應的一些處理這樣子 好 那當然我們的課會 圍繞在這個Digital Transmitter 跟Receiver的部分 那Digital Transmitter 就像剛剛講一樣 會設計一個波形 我們之後會花一個課程的時間 來講這個雷達的波形 有哪些設計的sense 那當然演算法上面 在接收的演算法上面 就像剛剛說這樣一樣 我們目標 不外部就是要去 estimate 我們要去估測出 這個target的information 就是那些R,DETA,5,B,Sigma 我們外部目的就是 做了一堆演算法 就是希望把這些參數鋪得住 那這是我們這整個學期的課 主要在雷達的演算法 設計上主要的sense和目標 好 那這邊講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Enrog跟Radio Blinks的部分 我這邊刻意拆成兩個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我今天我的雷達 它其實也是 就是我要把電子波傳送出去 那我在數位端設計完之後 我要把它變成能夠 那種傳遞在空氣中的訊號 的這個無線電 這個所謂的Radio Web 那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你數位做完之後 你就是要把它轉成類比的訊號 那你要轉成類比的訊號 我們就用這個 所謂的Enrog跟GestMeter來表示 那當然它裡面有一些 電路元件 我們這邊就先不贅述了 那如果你要大概知道 有什麼樣的電路元件 你可以看上去期的投影片 都有講到 或上去期的影片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 你不會就是把你要傳送的數位訊號 轉成類比訊號 然後你轉成類比訊號之後 還不夠啊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說 你今天做無線 你要做無線電 你總要把你的訊號 承載在一個carrier上面 一個頻譜上面 比如說你今天要用哪一個平台 去做你的無線電的傳送 那這個sense 我先預計大家應該都有這個sense 就像我們知道說Wi-Fi 都在什麼2.4G的頻段 然後4G,LT,5G在哪個頻段 這個頻段代表什麼 就是說你的那些訊號 是承載在那個頻譜上面 那段頻譜上面 所以今天雷達它本身也是一種無線電 無線電的應用 當然它也歸屬於是所謂的 Wireless Computation的一環 因為它也可以說它是Computation 因為它還是傳跟熟 只是它跟通訊不太一樣 它不是去檢調 Transmitter的Data是什麼 而是它是透過Transmitter所打出去的訊號 以及撞到target所反彈回來的 我要去estimate這個target的 應該說我要去detect 有沒有增測到target 然後記得detect成功之後 偵測成功之後 我才要去估測出這個target上面的 你摩托是什麼 所以它也是用無線電 所以你今天你的雷達 你的傳送訊號 除了數位端設計完之後 你要把它變成類比訊號 類比訊號完之後 你還要再把它承載在 這個一個對應的頻譜上面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upconver 把它放到比如說什麼2.3G 或者10G之類去做傳送 所以有一個我們把這部分的電路 叫做測平電路 就是radiofrequency的Transmitter 那當然就是說習慣性 其實這兩邊通常都是可以 直接統稱是radiofrequency 所以直接可以俗稱所謂的RF電路 那我為了講課方便起見 我刻意把這個類比這部分拆出來 就有一個環節 就像數位變類比 然後類比還要把它承載在一個RF上面 那我刻意為了這樣講解起見 我把這個拆出來這樣子 好那你承載在一個RF上面之後 你就要把它打出去 那打出去這個時候 就是需要用你的Antenna 那因為我們現在考慮的是 Transmitter跟Receiver 都在同一個地板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張圖 我畫的就是 你的上半部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它都是用同一組的Facial Antenna 然後去做傳送的接收 因為我們現在整門課 我們會圍繞在這個 Transmitter跟Receiver 在同一個地板上面 那當然在整個雷達的發展裡面 你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也沒有人規定 你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板上面 那個叫做Bistatic的雷達 就像以前 可能在唱遊戲的課有講到 比如說以前的雷達 在那種海岸邊的偵測雷達 它可能是一個在很北邊的地方 有一個Transmitter 然後它的Receiver 它就已經設計好 它在一個比較南邊的地方 然後它的南邊的Receiver 就是知道說 我在北邊有一個Transmitter 那這個時候 如果這種所謂的Bistatic的雷達 就是它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不會在同一個地板上面 然後簡單畫一個圖 就像是這樣子 比如說有一個TX 一個RX 那它有一個Channel 它會經過一個Channel 1 然後動到Target之後 反射回來 會有一個Channel 2 所以Channel 1跟Channel 2 它是不等級的 它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所考慮的雷達 不是這種Bistatic 這個東西叫Bistatic 那我們現在考慮的這種雷達是Bistatic 就是我今天假設 我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在同一個地板上面 那為什麼我們這兩課 主要還是主要在Bistatic 就像大家剛剛看到那個 雷神的5-6的雷達一樣 它就是因為你就一面雷達 你要承載在一個裝備上 不管你是戰車 或者是戰艦上面 那它就是一個全TR 都在同樣一個地方 因為基本上我們現在不太會希望說 你的雷達就是好像部署在整個 部署到那種就是很遠的地方 然後Transmitter的船 然後另外在很遠的地方Receiver收 那大概這樣子 應該還是會有這樣的應用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隨著這個科技的進步 你的Device越來越小 我今天就當然會希望說 我一艘船上面 我就可以獨立的去運作 我還為什麼可能還要去跟 岸邊一個椅子的Transmitter去做搭配 會比較困難 但是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現在我們主動就在這個 我們Static雷達的狀態下 好 所以我今天這邊就是有個Face Array雷達 那對應的就是它的Receiver 就是又回來 因為我們先不講右邊好了 如果只有直降左邊 我們雷達的訊號 從這兩天發射出去之後 我今天假設我動到 我就反過來 然後我就對應做 對應的Receiver端的處理 那它的處理就是反向反過來 就是我要把RF上面的訊號把它降回來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是傳類比訊號出去 我就要把類比訊號變成數位訊號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希望在數位上面去做這些processing 那這個就是回到DSP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喜歡在數位上面做processing 那這個就是相信大家的DSP課本都已經應該讀過了 那所以對我們這個課而言 就是我們在這個Digital Receiver這邊 的一些處理訊號和資料的演算法 會做一些比較特別的講解 那這也是這個學習的課程的主要目的 用在這個Digital Receiver的相關演算法 設計的一些核心概念的分享 好 那我們這個Transmitter Transceiver這一整塊我們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右邊的這個 我把右邊這塊歸屬叫做Environment 就是跟環境有關係的 那我們剛剛把雷達收花機 這個Transceiver講完之後 我們來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假定是這個所謂的PonoStatic 所以你的傳送訊號打出去 你會做到Target 然後反射回來 那基本上你的PonoStatic 就是TX跟RX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 這個所謂的Forward Channel跟Backward Channel 它是具備一樣的物理特性 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 因為我的Transmitter 就是在同一個Divide上面 或者說你說他們夠近 夠近以致於就是說 它傳出去跟回來的路徑 只要這個Target假定不變的話 這兩條路徑回來 基本上是同一條路徑 只是一個是去一個是回 那基本上它的通道的這個Propagation 的物理特性是一樣的 好 那我這邊為了區分這件事 我直接把它叫做Forward Channel跟Backward Channel 有一個矩程 一個回程 那我們剛剛說就是要偵測 所謂的Target 所謂的目標物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實際狀況下 你的雷達 你的電磁波掃描出去 你怎麼知道你一定是 你的電磁波撞到Target 反射回來 你有可能是撞到地板 你有可能是撞到海 你有可能是撞到海 你有可能是撞到建築物 反射回來的 那這一切不是你所有感興趣的目標物 我們都把它統稱叫做Cluster Cluster只能就是雜波的意思 就是你今天你的電磁波打出去 說不定我現在根本 我現在根本隨便打一個電磁波 我根本也沒有任何的目標物 飛進我的雷達掃描範圍 那甚至我的電磁波撞到建築物 撞到小鳥 撞到樹木 撞到雲層 撞到地板 都還是會反射回來 我可能還是會收到這些反射訊號 尤其是像是這種所謂的地板 或者是大型的Building 或者是海 這些東西的潔面積都很大 你的整個電磁波打上去 它就是全部給你反射回來 當然反射量級 除了潔面積跟它的反射系統也有關係 這個我暫時不會講 那你就會知道說 那這樣子反射回來 跟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是你要的 可是為什麼你收到一堆能量很強的訊號 你明明 假設你現在做的時間 你根本就知道說 你所感興趣的目標物 什麼飛彈 根本就沒有飛彈跑過來 根本就沒有戰鬥機跑過來 根本就沒有無人機飛過來 那為什麼我還收到一堆 一堆奇怪的訊號 還偵測到一堆奇怪的訊號 那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雜波 那它就是統稱 不是你感興趣的target 就統稱叫做Plutter 這個雜波 那這其實我對這個Plutter 這個單字要有一點心得 因為我最近寫了一篇雷達的文章 那這個Plutter 跟大家做一個英文小教室的教學 Plutter是不可數的名詞 絕對不可數 所以沒有Plutter加S這件事情 那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如果你要描述多個Plutter 你要用這個所謂Plutter Returns 這個數語會比較漂亮 加S 你S要加在return這邊 然後Plutter再三強調 它是不可數名詞 沒有一個解釋方法 因應字典 沒有任何一個解釋方法 是它是可數的 所以如果大家用這個詞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 那當然就像target target是可數名詞 你可以自由地加S這沒關係 那這是一個英文小教室 最近我 反正我最近才搞通的 因為我之前的一些課程 因為我Plutter的個人 有不小心加S 可能有加S 沒有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翻了 為了寫文章的準確度起見 我翻變了音音字典 看到那些音音翻譯 Plutter完全沒有可數名詞的用法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英文小教室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jammer 那jammer就是所謂的干擾 那干擾呢 干擾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做菜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在電影裡面 看到一些什麼干擾器 或者干擾槍之類的 包括最近新聞 可能也都有一些什麼干擾槍 那干擾槍是什麼 它就是它有一個惡意的 惡意的一個傳送訊號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惡意的傳送訊號 朝你這個雷達打 那這個可以幹嘛 它有可能就是它打一堆雜訊 讓你的雷達在接收處理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我的雜訊量起怎麼變那麼大 那我雜訊量起變大會怎樣 就是變成說 有些我真的感興趣的target 手反傳回來的訊號 可能因為這個target 它距離我雷達很遠 我回來的訊號量也很小 那這個時候 我的雜訊量起 莫名其妙被拉高那麼多了 我可能 雜訊就把這個target的 反傳回來的訊號把它淹沒了 那就會讓你的雷達就是 嚇掉 沒辦法看到 就或者有些Gameron 他是會刻意設計一個 就是類似 假的 假的這個target fake target 這樣子的反射訊號 讓你誤以為有 但是其實沒有 那這個東西真的就是比較難的 那當然其實大家如果說 你仔細想想 你會知道 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在做雷達的時候 你要做模擬 一定要先假定你傳什麼 我才可以去 模擬看我直接算法可不可以做 所以其實 我們會做雷達模擬的人 我們一定其實國外 我們要去驗證 接收章的演算法正不正確 我們就要去模擬一個 好像是真正的 moving target的飛行 所反傳回來的訊號 那這個時候就是 所謂的假訊號 那個時候是假target 那這個東西 像是這種假target 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像比如說有時候 我記得之前有看一個新聞就是 反正就是 某一國的人 飛到某一國 某一國的人 他帶了一個 他的飛機到某一國的領土附近 然後 他就打出這個所謂的假訊號 然後把 把那一國的 把那一國 那一國的 應該說 沒有我直接用 不要講評稱 直接用那個A跟B 要不要吃 如果A 他就對B 打這個所謂的假訊號 然後B國 他就以為說 他就以為說 真的 怎麼有那麼多飛機 飛到我上空 我超緊張 我就把我整個雷達 防空系統都打開 因為我就想說 怎麼有那麼多戰鬥機 飛到我的零空上面 所以我雷達系統 就全部打開 那這個搜尖子作戰 要怎麼樣 這個時候A國 他就可以去搜集 B國他的雷達系統 打出來的訊號和評測 就是進得去得到 這個B國的所有的 防衛系統的一些資訊 以及就是可能 他就會反向去偵測說 那B國的雷達 他可能部署在 部署在哪一些位置上面 以及他使用的平台 或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GEMBER這件事情 除了剛剛講的 第一個 把打了一堆雜訊 把你的雷達淹沒以外 還有第二個 就是他會做那個假的 Fact Target 就是去誘騙你說 讓你的雷達以為 那邊有東西 但是其實沒東西 那這個最明顯的就是說 比如說A國去B國那邊 打了一堆假的Target 的訊號 那B國以為 哇真的飛機都被管補的雷達系統 我就全開了 就沒想到我的雷達系統全開之後 被A國反向偵測說你的雷達 比如說部署的資訊 或平台使用的資訊之類的 大概GEMBER會有最方便的事情 那當然GEMBER這個詞 大家可能在這幾個月新聞 也會看到比較多 就是 就是我們在 有時候在預防這個 預防這個 我們敵國的這個 這個干擾 然後我們就 敵國的這個 那個對我們的騷擾 那我們就會希望 部署一些干擾槍之類的 去把這些騷擾 把它停止 或者是讓它 中止讓它不要靠近 我們的領土 大概會有這樣子的 大概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GEMBER它是一個單項 那這個單項 就是說我們把這邊定義 如果我們有機會想到的話 我們會把它叫做 它就是單項的一個TX 對你的RX去做攻擊 那當然這個有時候 不是惡意的攻擊 它可能只是一個 不小心的民用基地台 比如說你雷達使用的平台 剛好跟商用的 比如說4G 5G的基地台 太靠近了 那你有可能 這些不小心太靠近的 這些民用系統 或者說你自家的雷達 用相近的平台 可能會有一些干擾 可能也是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惡意 有時候可能就是 也是民用或者 不小心的干擾 這樣子 所發生的 那這個東西的細節 要介紹在少年遊戲的課程裡面 都用 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那當然就是說 你演算法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演算法 除了你在傳送端 做一個設計以外 你的接收端 就是國外公 就像剛剛講一樣 要去估測出 這個準確的Target Info 那但是你為什麼需要 搞那麼多花招 然後去把這些Target Info 呼的準 原因就是說 除了雜訊以外 你可能也有 Clutter的反射 你可能 你的傳送圈要打出去之後 送到Clutter 反射回來 那有可能甚至 有一些惡意的Gammer 給你造成的影響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預期 就是說你的雷達的接收端 在這邊 你所收到的訊號 這邊是還是社名電路 那我處理也是這個節點 就是Digital Receiver 這邊 就是數位上面 你可以預期 你在接收端處理 你拿到的訊號 其實它都是一些 有的沒的 髒東西跟你想要的東西 混在一起 那你要怎麼把這些東西 那麼混的亂七八糟 這些訊號 把它一一的剖析出來 拿到你要的資料 那這就是 為什麼要做雷達演算法的原因 當然這個演算法 其實大家如果對於 對於這個 比如說以台灣來講 這些算法 其實大概 大概 據我所知就是說 大部分的雷達的算法 包括像是可能有一些 民生用的雷達應用的算法 可能很多都是在 美商或者是一些儀器商 他們的一些內建託 裡面 那台灣自己對於算法 研發能力 其實相對還沒 還沒那麼 就是很多的產業界 都還是拿別人現成的套寶 來購的 那就是 也是這邊 就是開這本課 原因也是希望說 讓整個我們從 在學校裡面 就有更多人 對這些相關的核心算法 有一些理解 所以 當然參與員來看就是說 不希望台灣的 這個 所謂的核心的 這些算法的開發 都被掌握在 其他國家的手裡 我們就有一些 我們至少 我們就有一些 基本的Sense 來做這個判斷和解讀 這樣子 因為包括像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 大家不是說一定 每個人都會投入 國防產業 但是像是 比如說 像是國防外交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你可能 比如說你是 政府官員 或者是 你是 你是那個 軍事評論家 你可能不是 李同科出身的 但是你會 你也會 需要知道說 那我要怎麼去判別說 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些 比如說 國防相關的決策 那我該怎麼做 那 或許他是文主畢業 但是 或許你有機會是成為 有機會跟 這類人物接觸的人 那 至少大家都可以 為這邊提出一個 比較合理的見解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 希望這本課可以對這個 讓台灣國家 更進步的一個目的 這樣子 好 那最後當然下面這邊 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說這個雷達系統 你現在除了 這些科技的進步 你可以做得五花八本 就像現在有很多的 paper 在講說 這個 AI 要怎麼用在雷達上 那我自己是個人 感覺 AI 要怎麼用在雷達上 比起用在通訊系統上 有機會 因為通訊系統 大家知道一個傳跟一個收 這個傳跟收 你都 你都要嘛 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 記憶體台現在要跟你講什麼 那你怎麼 你現在要上傳的東西 給記憶體 記憶體還怎麼知道你要傳送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點對點 然後又或者是說 你今天你的通訊系統 其實都是在世界上 有一個定好的標準 然後你就知道 那樣子的炫耗格式去做 而且你要考慮到說 你的手機上面 你的 computing resource 基本上 你再怎麼高也不可能 比一個那麼大型的雷達 裝置的 computing resource 還來得多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要考慮到 有些AI相關 data base 或一些大量的運算的話 反而可能在雷達系統裡面 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這個 然後那個 最佳化系在雷達裡面 我們也有機會用到 就像我之前在讀 最佳化的時候 我覺得通訊系統 要套這個所謂的 最佳化的 theory 其實很難啊 就是 除非你要做一些 不合理的假設什麼 我假設基地台已知 已知手機在哪裡 我已知 我基地台已知 已知 我跟手機之間的通道是什麼 那其實 講白一點 你根本 你要傳東西給 我現在跟你講話 你怎麼知道我現在要講什麼 我怎麼知道 然後我要講話之前 我怎麼知道你會聽到什麼 因為會聽過 你不知道的Wireless Channel 但是雷達不一樣 就是你傳跟收在一起 所以其實像 包括我自己的射擊經驗場 其實在雷達產品裡面 我們有蠻多機會 用到 最佳化的一些手法 去做一些射擊 那這些可能之後 有機會 尤其是在這個雷達的 波形要怎麼設計 我們可能有機會再講多一點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resource schedule 那這邊在雷達裡面 resource schedule 跟通訊系統比較不一樣 是在於就是說 雷達的resource schedule 它是要去分配你的掃描任務 主要跟你使用者的掃描任務 有關係 比如說你今天就是只想 你今天已經有一個目標 朝著你一直廢廢廢 你已經要準備對它開火開炮了 你一定要準備去板治它了 那當你要準備去板治它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你的掃描任務是什麼 你還會希望說 我很廣泛的這樣子到處掃嗎 不會 你會希望你朝著一個 你發現這個target一直朝著你 同一個方向一直在靠近 對你有危險 你這個時候你可能過不了那麼多 我幹嘛還去掃其他地方 它都已經要撞到我了 那我當然要把我的掃描任務變成很 很 narrow的 就是只針對這個 只針對這個對你有威脅性的目標 因為你對它越準確的去掌握 才可以幫助你的板治系統 去做一些處理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雷達的掃描任務 那雷達掃描任務不外乎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安排 你要怎麼掃描 你的掃描不外乎就是說 你要去打出一些訊號去做掃描 那訊號系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更具體來講 其實你的掃描任務就是 在安排你的掃描和你的處理的時間 你要怎麼去做data 那這個是雷達的resource schedule 可能跟通用系統的resource schedule 的相關研究比較不一樣的原因 雷達的resource schedule 主要跟你的掃描 使用者的掃描任務有關係 當使用者直接 比如說你今天是雷達的操作者 你今天想要針對什麼事情做掃描 那你是不是在雷達系統裡面 你可以有一個 可以馬上即時反應 就是因為我的使用者 我可能去框了一個掃描範圍 那我可能下一個時間 我又改動了一個掃描範圍 那其實雷達背後 有很多的這些演算法的陳述 就要去連動 那你有沒有機會 就是有一個resource schedule 根據使用者的掃描任務 就去做對應的調配 然後去做對應的這個 訊號的發射跟減少的決定 那這個就是 這個雷達的resource schedule 一個奇妙的地方 那當然這邊就是跟通用系統 比較不一樣 就是通用系統的船怎麼船 通常都已經被世界標準組織 建定好 就像 AGBOE的Wi-Fi 或者是像 3G、4G、5G的3GPP的這個體系 都已經去建定好說 你要怎麼傳 因為 就像之前所講過一樣 你的手機 你今天到每一個國家 你到日本到美國 你都要預期 你只要接上當地的視頻卡 你的手機都可以用吧 你不需要你的手機 他已經制定了 就是說 你今天走5G的訊號 5G的訊號就是這樣子發售 你的接收官 只要都支援這樣子的訊號格式 那你就都可以 都可以接收 這個就是通訊系統 跟雷達比較不一樣 因為雷達你的所有訊號 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這個時候就是 resource schedule 這邊會顯得特別重要 那當然就是說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所謂的使用者界面 因為 雷達就是 其實雷達是一個系統 你總是要一個使用者界面 去操作它 那比如說 一個最直接的 就像比如說這個山 三位這圖 我們大家在電影裡面 看到的都是 都是像是 如果我用這個 這個坐標系的話 大家電影裡面 不是有都會看到一些圓球嗎 就是圓環 就是一個圓面 類似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對應這張圖 它就代表什麼 它就有點像是 那個top view 上帝視角這樣看下去 所以你看到的 維度可能 比如說是Z軸 然後這邊是X軸 那就是top view 這樣看下去 那如果一個雷達系統 你就變成說那個故意 要好好的設計 像你這個時候是要看X軸跟Z軸 或者是其他兩軸的組合 又或者是你希望看到 這樣三圍的 三圍空間的 直接的3D的顯示 那故意當然很重要 因為你 我不知道大家看電影 有沒有看過類似像 以前那種所謂的雷達式 就是那種雷達式 你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要看著這個 這個 右邊的這個圓形圖 然後你就看到說 有目標誤飛進來了 這邊有目標誤飛 比如說有目標誤飛進來了 然後這邊有點 那邊有點 那你就發現說 他這邊第一個時間點出現 第二個時間點 第三個時間點出現 第四個時間點出現 你就發現說 他是不是朝著你飛 那這個就是像電影裡面的情節 大家會看到 然後又或者說 像現在我們所追求的雷達 就是說 你不要用這幾個點來顯示 你要嘛就是一個軌跡 這樣直接一直領著起來 然後有一個方向性 我知道朝著我的雷達飛 我認為他有危險 然後又或者說 有一個目標誤 他朝著非常遠離 或者是非常飛走 這個是我們所期望的 那雷達的故意在設計上 也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他要怎麼樣去直接讓使用者 就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所監控少流的狀況 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 不過這邊可能會比較偏向 軌跡工程類的 就是跟使用者有關係的 那其實這邊我覺得 對於雷達系統還講 跟通訊系統比較 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值得一提 但是這不是我們算法設計的主要的 就是數位訊號處理 或者是資料處理的 算法設計的一個主軸這樣子 好 那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這一堂課先講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會繼續講 這個一些重要概念的recap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請就是如果 不管你在現場 或在實際的現場 那個課堂報告 我們可以快點確定一下 就是誰要報哪些題目這樣子 然後以及就是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我跟助教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們3點50再繼續上課 謝謝 下課如果我會拿簽到單在這邊 大家就上課前再記得簽到這樣 下課 等一下 下課 谢谢大家